各位好 我是Fly Bear 灰熊 我們今天來聊的主題就是一個 我看到的非常多的 edge 色彩非常接近的一個圖案 這樣的一個照片我們其實在夜間常常會看到 因為藍色的這種光線都通常會照在整個圖片的四周 而且因為它是夜間 所以明度都會非常接近 那我們碰到幾個困難 W-Level說 畫畫其實就是解決我們視覺上的困難 那這些困難是怎麼樣去解決 我們基本上我們有三個工具 也就是所謂的明度色彩 明度 edge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到底哪一個困難最多 那我們就用相對的這個另外的一個方向來去解決 而不是去改變完全不見 我們還是可以維持現在這種夜間的感覺 或者下雨倒影的感覺 那我們怎麼樣去來做呢 首先我們在分析這個圖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的破破碎碎的色塊非常多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edge edge非常多的時候它會互搶 因為後面也有很多edge 所以你就做不出空間來 其實你從照片也可以看出來 它的空間非常不明顯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呢 我們既然edge要維持住 那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明度或者色彩 好那我們來看色彩 可是這個色彩它本身的倒影 這裡的飽和度非常高 這裡的飽和度比較偏向物重 可是這兩個如果去改變的話 那它就不會像同一個空間裡面的倒影 所以色彩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也沒辦法去改變太多 那最後的一個工具就是明度 好那我們怎麼樣去改變明度呢 首先呢我們可以設計一些 我們想要給它的光線的來源 我們知道呢夜間的光線 它有多光源 所以很可能是它不會像太陽一樣 只有單一一個方向 可能光源從這邊照有一盞 這邊有一個路燈之類的 或者背光之類 好那我們來想想 我們怎麼樣去創造一個多點光源 使得明度差異比較拉大 差異為什麼要拉大 因為它這個背景的明度 跟這個明度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呢 這個人的具象呢 它有時候有部分呢 我們需要它跳出來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跳出來 好比說這兩塊就黏在一起 你遠遠看這一塊它是一坨 你根本看不出它是兩個人形的樣子 所以需要有一個部分呢 它能夠跳出來 好舉例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明度可以設計成聲 光跟沒有光 或者呢有霧狀跟沒有霧狀 所以明度它不是單一存在 明度也可以跟H做搭配 明度的跟H做搭配以後呢 我們再加上一點色彩的溫度 那麼我們一樣意思就是說 H我們還是留住了 色彩我們還是留住了 我們最主要是改變的明度 OK 好那我們就回答就很簡單 有了這樣的觀念我們就曉得說 如果有一個光源 我們這邊有兩個主要的光源 是這樣側過來的 好那越來越弱 那麼這邊就會呈現一個霧狀區 那因為它是室內光源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冷光 好那冷光呢 我們為了讓冷光突出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暖光 讓這個冷光突出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電線桿的這個明度啊 跟這三個人的明度呢 稍微要降低一點點 意思就是說它亮一點點 好那怎麼樣它亮一點點呢 如果這邊是一個霧狀區呢 那這邊就是一個色彩區 所以當我們同時把這四個人都畫好 那快乾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霧狀區塗上去 有部分的啊 就像我們上次在畫這個 請摩托車的那個速度感 那速度感是橫向的一個筆觸 那我們這個在畫這個的時候呢 快乾的時候呢 你在用繞圓圈的筆觸呢 它一樣可以形成這個人 在霧裡面的一種感覺 那當然要等它快乾 否則的話 你這個人就等著糊掉了 糊掉了 就我們失去我們去畫這個人的大小 產生的空間的這種 這種空間的製造 好 那我們就曉得 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明度呢 就會整個提高 這個呢 色彩的彩度 我們也要相對提高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色彩的彩度呢 這邊所做的色溫就白做了 我們知道這邊的色溫 因為加了白 任何東西加了白色 它色溫都比較冷 比較冷的意思就是 比較接近光源 那意思就是說 這裡的光源呢 慢慢變弱了 變弱了以後呢 我們叫做光 在微光底下的時候呢 色彩慢慢會被看到 因此呢 這邊的色彩 我們就要做一點點飽和 那其實我們在圖片看到 這裡還是有點物狀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 稍微改變一點點 那這人穿的衣服呢 是橘色 稍微鮮艷一點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背光區了 好我們就把背光的部分呢 它有一些光是這樣過來 有一些是背光 那既然這個是背光呢 我們就中間去把它 加一點點的色彩 那這樣的話呢 色彩區呢 它就會產生一次 物狀區也產生一次 那這樣的交界啊 因為色彩跟 色彩跟這個物狀 它的交界的面積就加大 那力量就變大 就不會這樣破破碎碎的 這種色塊我們常常看到 就是在寫生的時候 到處都是樹葉 到處都是樹 那畫起來都是一片一片 短短的筆觸 那這樣的筆觸呢 我們又舉個例子來看 你到了宜蘭 當開過隧道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海 每個都心胸開闊 你看右側那個山非常高 哇 每個都有一個驚嘆聲 因為它的色塊變很大 很小的話你就覺得 好像也沒什麼 那色塊變大 它力量就變大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有個交界 在這種觀念 交界的觀念就是 把物狀 把它變成 我們可以變成一個 感動人的力量 色彩也可以變成一個 感動人的力量 兩個把它並列的時候 它因為對比性升高 那它感動的力量就會更大 好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動筆 我們試試看 我們所講的 是不是能真的照 我們所說的話出來 而不是畫出來以後 再去編一個故事 去符合我所畫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真正的練習到 你把你的想法 放在你的畫布上 而產生了所謂的對話性 而不是去看圖說故事 看圖說故事那是很無趣的 因為久了以後 你隨便拿一本書來畫 一樣 你都可以把故事講得很完整 但是那樣呢 並沒有讓你自己的想法放進去 久了你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工作而已 非常boring 非常無趣 好 我們來動筆吧 好